各位牧者平安 作为一个牧者 甚至作为一个主任牧师 是很辛苦的 大教会人数众多 事工繁杂 小教会人员稀少 事工简单 但它的压力差距不大 因为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你只要是一个教会 你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一个都少不了 所以只要是做牧者 特别是做主任牧师 我们要认识压力 要知道压力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压力大 也没有什么奇怪 如果你觉得当个牧者 做个主任牧师 你想要祈求压力不大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选错行 入错门了 你肯定有很大的压力要面对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问题不是外在的压力有多大 我们的问题是内在生命抗压性有多强 我再说一次 我们的问题不是外在的压力有多大 我们的问题是内在的抗压性有多强 有一个例子一直激励我 我在我儿子小学一年级 我女儿幼儿园幼稚园大班中班的时候 我送他们到学校去 我会先送儿子到他的学校 然后送女儿去幼稚园 然后我弯一下就到我们教会去了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送他们上课 我就去教会 一般的程序是这样 早上他们吃饭吃好了 他的书包都放好了 我的公事包就放在门口 然后就赶他们来呀赶快呀赶快呀 就穿衣服啊弄啊 然后就到门口 通常都是我比较快 因为还有邱华会帮助他们两个 有一次我还没弄好 孩子们就到门口了 结果我那个女儿就说 我今天要帮爸爸拿那个公事包 那我儿子就跟他说 你太小了 你拿不动 要我拿这样子 可是我女儿说 你怎么知道我拿不动 我一定可以拿的 那个时候我女儿才大班或中班嘛 那么就是很小 那个包呢 在他的就几乎到他的大腿 这个高度 甚至还快到腰这里了 那个公事包很高的 哥哥就说你拿不动 妹妹就说我拿得动 哥哥说我才拿得动 我到那边的时候 他们两个在那边吵 后来我就说 好了好了赶快走了 赶快走了 我就跟妹妹说 你先拿 结果那妹妹呢 就用手就这样拿 因为很高嘛 她就这样拿 她一拉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包都没动 因为我里面放了圣经 放了解经书 放了很多的参考的资料 她拿不动 拿了就放下去 后来哥哥就说 我就说你拿不动嘛 妹妹说我怎么拿不动 然后她就用力 吃奶的力量 拉出来 一提起来 走了一步 放下来就跟哥哥说 哥哥换你了 我尽了我的力量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结果她哥哥就说 我就说你拿不动嘛 你看 那这哥哥就说我来拿 他就在旁边 一拉 也没什么动 他也吓一跳 看别人挑担不吃力啊 自己挑担压断脊 所以他就一拿起来 就走了三步 放下来说 爸爸换你了 那天我也没有仔细想 我就拉了那个皮包 就走 赶快上车 今天已经给你们搞掉 很多时间了 弄完我就到教会去了 全部完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晚上 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皮包 到底是我女儿 拿的时候比较重 我儿子拿的时候比较重 还是我拿的时候比较重 亲爱的童工 我们都有答案 对不对 主观上不一样重 客观上一样重 那为什么主观上 会不一样重呢 因为我女儿太小了 根本拿不动 我儿子好一点 但对他来说也太重 他只能拿个几步 对我来说却不是问题 不是皮包的问题 是我们三个年纪的问题 是我们三个年龄的问题 因此亲爱的牧者 我跟你讲 我们的问题 不在于外在压力有多大 你放心 外在的压力永远越来越大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内在生命的抗压性 不够强 如果我们内在生命的抗压性 够强 外在的压力就不是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盼望今天能够各位明白这件事情 并且放过自己 你这样才能够服事得比较久 我请问各位 一个气球捏破 跟一个皮球捏破 哪一个比较难 如果你又能捏破气球 又能捏破皮球 你试试看捏高尔夫球 你怎么样可以把高尔夫球捏破 如果连高尔夫球 我们都可以用铁锤把它打破 再送你一颗钢球 你看看怎么可以把钢球弄破 弟兄姐妹 不是外面压力的问题 是里面抗压的问题 当里面的抗压性 大于外面的压力的时候 压力都不是问题 压力再小 也可以帮我们弄垮 如果我们里面 没有抗压性 打破信住 我也是 是 你 我也是 你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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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